最近华为不断在国际社会遭到围堵 最近消息说美国很快会对中国电信设备 采取更加严厉的举措 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引用三个消息源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很可能会在下周签署行政令 禁止美国无线网络使用中国的电信设备 赶在2月25号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召开前 美国政府加进行动向全世界发出明确信号 未来在签署任何尖端科系合同时 都会把网络安全放在首位 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曾表示 华为及中心通讯等中国企业制造的网络设备 有可能为中共当局装置后门软件 帮助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不仅已在本国政府和军队内 限制或禁止中心华为的设备 同时还在不断提醒各国盟友 慎重对待中国通讯产品 除了已做出决定的澳大利亚和德国 加拿大政府也在审核评估 是否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5G网络建设 而英国也将于今年春天完成审核 确认华为是否会对网络安全造成威胁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是否会对网络建设